2023年10月 国内新能源市场的单月渗透率达到了37.5% 那这其中自主品牌的渗透率达到了60% 而合资品牌只有6.5% 如果看各个级别车型的销量榜单 合资品牌只在轿车市场 还有一定的存在感 那这其中轿车市场 轩尹 朗逸 速腾 卡罗拉 这些老面孔还能排在榜单的前六 那只有比亚迪琴PLUS一款新能源车 能力压他们 合资品牌的A级轿车 为什么还可以卖得动 那其实原因很简单 消费者对于A级轿车的需求 主要集中在三点 空间大 省油和价格低 那纯电产品险于电池成本的关系 在价格上不太容易突破 而PHEV插电式混动 则因为电池度数可控 又是可电可油的方式 反而更具备竞争力 所以当武林决定要做 星光PHEV车型后 我就一直在关注这台车 好奇它有没有能力 能与比亚迪的琴一正高下 那值得肯定的是 星光PHEV并非在油车的平台基础上 加装电机和电池的产物 而是拥用了武林最新的 新能源架构打造 武林灵溪混动系统和神联电池 也让星光具备了超强的潜力 那有关于灵溪混动和神联电池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收看 由于我的行程安排 星光的这一次试驾呢 堪称特种兵出行 那早上从北京出发 下午抵达三亚后呢 还要再开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才能抵达万宁 而第二天又因为临时有事 改成了下午反径 原本想给你们拍点 好看的好吃的 结果变成要在有限的 36个小时内 把这辆车摸透 所以我们几乎把所有的重心呢 都放在了能耗的测试上 尤其是溃电能耗 不过 我还是对海南的美食呢 心心念 于是在第一天的晚上 即使天上下着雨 我也决定 要去一趟零水的夜市 去吃一碗酸粉 那一看导航呢 单程52公里 大部分还是高速 这不巧了吗 正好可以跑个 往返100公里的 溃电高速测试 由于是雨夜 海南的高速呢 又是单向的双车岛 那万宁段又遇到修路 为了保证安全 车速呢 大部分都在90公里每小时 虽然时速一般 但雨天呢 也会增加轮胎的滚组 导致增加能耗 也算找回来一些 我们试驾的这台车呢 是CLTC150公里的版本 采用1.5升的零锡混动系统 搭载电磁式的DHT 神链电池包 那当电池SOC 小于25%时呢 发动机就会强制启动充电 当SOC大于25% 且时速低于70公里每小时 车辆呢 就会倾向于纯电驱动 而在高速巡航时 发动机会进入直驱模式 此时的热效率最高 与电池同时输出 也能给车辆带来 更为优秀的动力储备 你可以理解为 在中低速的场景 星光会以增程的模式运行 高速呢 则是直驱的模式 那除了这两种 星光还有纯电EV的模式 而强制保电的最低SOC 被设置到了35% 那这也意味着 只要SOC低于这个数值 发动机呢 就会启动发电 那我们出发时的SOC呢 只有26% 那不仅无法强制开启EV模式 发动机呢 也会启动发电 是妥妥的溃电测试 那为了让测试更全面 我们不仅会看 武林的能耗表统计 同时也会采用 加油计算的方式 作为参考 出发和返回 都会选择在 同一个加油站 同一根油枪加油 那需要强调的是 不同的加油站 不同油枪之间呢 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另外 武林的能耗表呢 是以最近50公里 为统计单位 所以跑完100公里之后呢 显示的数值 只能代表 最近50公里的数据 也就是后半程 所以 油表的能耗 和全程100公里的 加油计算 也会存在误差 大家可以把 油表的数据 加油计算 当成两个 不相关的数据 进行参考 下了高速 进入零水低界 路两边呢 乌其麻黑 再加上下雨 我一度担心夜市 不会开 我们白跑一趟 还好 黄天不负苦心人啊 转过路口 一片热闹祥和的景象 我们停好车 准备开吃 我在新村很想买 有酸粉吗 有 来一个尝尝 我觉得还可以 那就顾着吃酸粉了 忘了给大家 报第一段行程的数据 从万宁加油站 到零水夜市这一段 共计行驶55公里 这个能耗表 你是不是看不懂 怎么电耗还是复值 那个油耗显示5.1升百公里 又代表什么呢 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那电耗表 只统计电量的增加和损耗 所以发动机发的电 驱动使用掉的电 以及动能回收的部分 都会在这里得到体现 为负值 是因为这55公里 设置了35%的强制保电 所以发动机呢 不仅会参与直需 还在给电池充电 那电池的SOC 也从出发时的26% 补到了35% 那这个负4.2度 每百公里呢 可以看作是发动机的 充电效率 加动能回收后的 综合数值 那说实话 灵溪混动的发电效率呢 比我想象中要好 我曾一度担心 这50公里 补不回来 而油耗的5.1升百公里 是代表 如果发动机 一直在这么直驱加充电 那跑100公里 就会消耗掉 5.1升的油 不过我们返程时呢 SOC已经达到了35% 所以理论上 发动机会减少充电的频次 这个数值呢 最终还会下降 而综合油耗的3.7升 则是车机综合参考 电耗加油耗之后 经过加权计算出来的数值 可以看作是这台车 近50公里的表现油耗 那反乘 雨还在下 由于高速的车辆减少 我适当地提高了车速 那抵达终点后呢 能耗表的统计数值也出现了变化 电耗变成了负1.1度百公里 那油耗也降低到了4.6升百公里 也印证了我前面的推测 回程发动机的充电减少了 但依然参与直驱 那全程供给行驶106.9公里之后呢 加油跳枪 经过计算的油耗值为 4.77升百公里 你们觉得这个溃电的高速油耗怎么样 我觉得很不错 那车辆为了达到强制保电的35%SOC 所以在前50公里 一直处于发电的状态 再加上高速巡航时 参与直驱 应该是最飞电的状态 油耗还能控制在4升的水平 实在难得 如果我们再多跑一段公里数 就会平均掉前50公里的发电油耗 那整体的综合油耗呢 还会进一步降低 也就是说 理论上开得越远 平均的油耗呢 也会最低 最后会达到一个临界值 跑完了雨天高速的溃电能耗 你们是不是也很好奇 50星光这台车的城市溃电油耗 毕竟大部分人开车的工况呢 都是城市场景 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安装加冲 因此这个城市溃电油耗呢 会更有价值 所以第二天呢 我们选择了一条海边公路 又跑了100公里 测试方法还和头一天的保持一致 电池SOC在26%左右 强制保电为35% 同一个加油站 同一支油枪 作为起点和终点 那不得不说 这个机器的万宁呢 确实很美 在海边开车 非常的享受 可惜 在这一段测试的过程中呢 我也收到了北京同事的电话 下午呢 要返回北京 所以返程的50公里 我加快了车速 最终抵达加油站时呢 小机里程为102.7公里 电耗-0.2度 油耗3.7升百公里 综合油耗3.3升百公里 SOC也从出发时的26% 冲到了36% 而电耗的负值降低 也说明在这100公里的 低速工况下 更多是使用电来驱动 发动机除了充电 基本不参与直驱 加油跳枪之后 计算的油耗 为3.7升百公里 没想到 我竟然开出了 比官方3.98升 更低的油耗 你们觉得 星光的这个表现怎么样 由于要赶飞机 我们计划的 满油满电高速测试呢 不得不放弃 但我还是决定 给大家跑一个 不那么严谨的测试 我打算 从万宁直奔三亚机场 再让摄像老师呢 把车开回去 但为了赶时间 我们只能在 零水的服务区 将电量冲到81% 而由于反乘车上 乘客和行李 都发生了变化 加油站呢 也不是同一个 所以就放弃了 反乘的加油统计 最终 给大家一个 表显的数据作为参考 小地里程 183公里 油耗3.6升 综合的油耗 3.6升百公里 参考我们之前 两次的溃电加油 也能推算出 星光的高速 满电满油的加油统计 大概率会不到 4升每百公里 要知道 去城的这一段呢 我为了赶飞机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多数的时间 都开到了120公里 每小时以上 而此前 我们也对比过 星光与高德地图的 时速差 50的车速表呢 非常的准 并没有做油耗 所以 你们觉得 星光的这个油耗 是不是太顶了 在A级的夹轿中 绝对属于顶尖的水平 有了出色的低油耗 星光具备了成为 A级轿车 爆款的基础 而外观的颜值 和内部空间 同样是它的优势 同级少见的星环日行灯 溜备的车身造型 全LED的星环尾灯 让星光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点 长4835 轴距达到了2800 A加级的尺寸 让星光拥有一套 越级的空间 它的座椅宽大舒服 二排坐垫并没有缩短 我的驾驶位 后排依然拥有 两拳以上的腿部空间 头部因为溜背的造型 大概有三指的距离 对于身高不超过 1米8的同学来说 是足够使用的 这样的设计 也让星光获得了 0.228的低风阻 在同级中实处看见 从整个的动态驾驶来看 星光是我开过的 50车型中 底盘质感最好的一台 面对电波路 减速带 车子压上去 非常的柔和 悬架的阻尼设定得体 加速能力也很不错 得益于130千瓦 320牛米的电机 再加上发动机的直驱加持 在120公里时速下 依旧具备很强的动力 在高速上的超车 一点都不怂 至少我赶飞机的时候 是充分体会到的 最后聊一下NVH 在发动机启动 为电池充电时 是能听到声音的 但座舱内的整体的声音不大 振动控制的也很得体 值得肯定的是 高速工况 发动机参与直驱后的声音和振动 跟充电时相比 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至少我是感受不出来的 而噪音 更多是来自于路走 确实是这辆试驾车的轮胎比较一般 如果你对噪音非常敏感 可以考虑后期更换更好的轮胎 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整体来看 50星光的噪音控制 是远好与同级的卡罗拉和思域的 能拥有以上的表现 与星光使用全新一代技术架构不无关系 500系混动系统 让整车拥有了一套高效率的动力系统 获得了出色的能耗 新的车身设计 让它拥有同级罕见的0.28低风速 也让整车拥有了更大的乘坐空间 更好的后备箱装载能力 而有关于这两点技术 我还是推荐大家看我们之前的节目 陈师傅的讲解非常的透彻 那最后的悬念就是价格了 50也给出一个人民汽车的预售价 70公里版本9.38万元 150公里版本10.98万元 让星光成为A级市场的新卷王 为了给你们跑油耗 我从北京往返三亚5500公里 连顿椰子鸡都没吃上 所以要个赞不过分吧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大鱼 我们下期见